綠色恐怖對抗了一下 那我們現在進行的最後一場 廣場幹狗 那它是性別清洗 慶祝難書 性別清洗慶祝難書 那我就把主持人 交給中華大學的林建廷 好 那我們就 本來的有兩位獎者 我們現在會有兩位是線上 一個就是卡維波 另外一個就是永安餘會的 應該算性別 直吵性別情勢的受害人邱冠祺 然後本來有一個預定的獎者 羽潭人王浩中 但是他剛好父親過世 所以他沒有辦法趕到 抱歉那我交給建廷 好 OK 謝謝大家今天來到這個現場 然後其實已經進入了剛剛那個 毋永宜提到的秋鬥的第四天 然後已經來到第十一場 然後這一場是性別清洗 那性別可能相較於前面幾場的一些議題 可能對某些人來說會感覺上 好像在台灣的社會裡頭被當成一個相對應 好像是一個進步的指標 然後在這個有點看似性別進步 然後平權運動走到了一個台灣社會很成熟的階段 的這樣子的一種可以說是想像當中 就是說在這一個看似不斷進步的 然後社會已經進入好像一個民主非常成熟階段 然後以性別作為指標這樣子的一個發展態勢底下 我想今天這一場的很重要的目的大概就會是 請這些講者們從不同的視角 然後不同的位置 然後不同的運動現場 幫助我們看見這樣子的一個性別所遮掩下的各種 非常複雜的權力的控制機制 然後相關的各種問題 然後延續的可能不同的勞動 然後不同的群體的剝削等等 所以我們今天的第一位講者 我們會先請卡維波老師先進行 那大概一個人差不多是十到十五分鐘的時間這樣子 那我們先請第一位講者卡維波老師 好的謝謝大家 我可以翻演了 可以 好 這個 我想我 就是談這個題目吧 性別清洗 把這個概念講一講 所以可能比較理論一點 也許跟現實不是那麼快的能夠搭上 但是我想既然題目叫做性別清洗 我覺得我可以來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清洗啊 你看過周星馳電影功夫就知道也叫洗壁 其實它就是我們一般人也講的洗白 那它這個 洗白呢 在英文叫whitewash 其實就是 意思就是拿一件好事來遮掩它幹的壞事 你知道這個像在大陸這種很多這種所謂的社會團夥 就是這種黑社會 他們呢也會做一些慈善啊公益啊 這些 那這也就是一種洗白 那從這個洗白呢 那麼慢慢在這個近年來啊 在西方開始有一個觀念 他們叫做這個 從whitewash到pinkwash 這個pink就是粉紅色啊 就是指的這個女性啊 性別少數啊 同性的戀啊等等 所以它這個 所謂的pinkwash呢 這個紅鱗啊 它把它翻譯成粉式 我覺得這也很有意思 主要而言之呢 這都是個性別親戚的這個同一個概念啊 所以我們只是用了一些不同的名詞 那這個性別親戚啊 我呃 確實它是從西方這個這個概念 從西方他們的這個運動現場裡面傳來的 那這是是指的什麼呢 一開始它的是因為 我不知道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衝突啊 然後呢 以色列他就是所謂的對同志友善啊 他們也到台灣來 呃 宣傳他們的這個 以色列對同志友善 然後 這個鼓勵台灣的同性戀到以色列去旅遊等等 哦 那麼他這個以色列這樣的一個 同性戀友善呢 其實呢 就是洗白了他對於巴勒斯坦人的這種壓迫 哦 那這個 因為以色列方面我們知道他這個 你從最近的這個 呃 戰爭可以看到他這個國家恐怖主義的這個表現 另外呢 他對於巴勒斯坦的這個占領就不用說了啊 哦 其實還有呢 呃 比較少人知道的這種經濟上的壓迫啊 就是比如說這個 這個很多巴勒斯坦人他是 其實是那個天還沒有亮呢 就被大批的運到了那個以色列的這個境內去去做工啊 當然不是高端的工作都是非常低下的勞動工作 然後到了晚上呢又把他用卡車的成群結隊把他送回來啊 這個當然經過很多的安全檢查了啊 好 那這個這個以色列這樣的一種性別清洗啊或者粉紅式啊 那麼就被一些團體命名為所謂的pink wash啊 那同時呢 在特別是之前一半時間現在當然還是情緒的就是西方哦 他也攻擊這個呃 伊斯蘭國家哦 說這個穆斯林呢 歧視婦女歧視同性戀哦 哦 那麼 這個呃 用來去抹黑這個或者是正當化他們對於這個伊斯蘭國家的一些呃政策 所以這個呢也是廣泛的拼這個性別清洗的一部分哦 那怎麼來看待這樣的一種性別清洗或者粉飾呢 這個同性戀如果從他本身的立場利益出發的話 他會覺得哎 以色列或者西方他符合了一個自身的利益 對不對 就是就是就是他們對不起就是以色列和西方 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的政策符合了同性戀的自己的利益 所以同性戀呢應該去支持以色列和西方國家哦 但是這種以自身利益為第一優先呢 他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你其他團體也可能以自身利益為第一優先 然後看著這個情勢的改變 然後決定了他們哦 可能他就很有理由去否定或者擱置同性戀的權利哦 所以呢這個如果同性戀也是持說自身利益第一優先的話 那可能會導致一種自我否定對吧 好那會不會他是同性戀的權利是一種普世人權呢 其實在現在的每一種身份啊 其實都能說實話都能夠講出一番大道理 不管從學術啊話語啊電影宣傳裡面 都可以講到自己是普世人權 那你比如說之前有人說這個同性戀有權利是因為戀愛是人權 那戀愛如果是人權的話那失聲戀呢 哦或者是這種兄妹戀呢 那是不是又變成例外了 所以其實呢 那如果這種所謂的普世人可以有例外的話 那可能可能同性戀的權利也變成一種例外 所以這個這條從自身利益的出發的這樣的一個 或者普世人權的這樣的一個出發點來看待粉紅清洗呢 其實是有問題的 那還有一種看法呢 就是說一馬歸一馬嘛 那伊斯蘭其實同性戀是不對的 那以色列美國的這種巴勒斯坦政策也是不對的 好 這就是一種比較常識的態度 那可是呢 我基本上認為這還是一個不足或不夠的 首先就是說為什麼這種粉紅清洗或者粉絲 它可以得到民意支持 它有很重要的因素 其實是因為在國際和國內的媒體裡面 各種網路資訊中很早就出現一些去脈絡化的 或者是誇大的這種伊斯蘭的這種恐童的報導 比如說你看那個CN或是BBC 他們典型手法就是說去顯示阿拉伯世界中某一個婦女 或者某一個同性戀 她很勇敢的去對抗宗教文化禁忌 就有這麼一個這個個人的這種故事專訪 成為了歧視的受害者 然後讓人們感到伊斯蘭的這種違反這種普世的文明標準 但是這些媒體它從來 這些西方媒體從來不會去探索 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 歷史因緣 而且是不管阿拉伯世界裡面的人際社群 家庭狀態 反正他就是把迪斯奈想像的美式個人主義當作普世的最高價值 所以這個使得西方或者親西方世界的這些同志群體們 就在他的日常生活世界裡面建構了一點一滴的這種 偏向這種反伊斯蘭的這種情緒 好 以上講的是說人們的意識形 意識它是怎麼樣的被操縱 而這個被操縱的往往是霸權的或者稱霸的國家的 他這個資訊所構成的一個對世界的認識 那麼這個 它是每天每夜的這種潤物細無聲的這種 一點一滴的這種構築 形成了我們的這種政治態度 然後又用一些其實已經有相當意識形態主導的媒體去傳播 那麼使得其實受眾們呢 甚至對這種意識形態或者媒體有一種情感上的安慰 其實這個都非常明顯 看你在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宣傳也是啟動一個相當明顯的狀態 好 但是呢 除了媒體和意識形態影響我們的認知以外呢 是不是還有一個更深一步的問題 就是說 事實上是伊斯蘭對同性戀是和西方的不同態度 我們除了這種一碼歸一碼外 好像沒有辦法對整個世界的整體有一種把握 我們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完整的這種認知系統 對不對 我們的道德判斷 政治判斷就變得非常的零碎化 明天這件事情 他是好人 他是錯的 今天這件事情 他是另外一個是好人 他又是對的 那這裡面呢 其實很難有這種政治的選擇 行動的選擇 對不對 所以我們除了這樣的一碼歸一碼以外 能不能夠對世界整體有一個把握 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認知 和安身立命的這種情感結構 那 但是我們如果是只是一碼歸一碼的話 那我們又如何保持整全的世界觀 人格和道德判斷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前面說一碼歸一碼是一個非常分裂零碎的 沒有系統 沒有統一的 終究在世界變化中 只能混亂思考 沒有辦法成為統一世界觀和思想行動的一種精神分裂 所以我們生存於世呢 應該還是必須有道 要對世界一個完整的認識 那首先我覺得可以確立的是這種自由個人主義呢 它是信不通的 而且其實它的意識形態很容易看穿它的虛偽性 比如說認為個人的幸福和自由是大於一切的 因此認為說我們就要支持市場 對 而是把個人抽離於它原本的社會脈絡 這個社會脈絡就是這個個人所身處的這樣一個歷史 就是截絡的這個傳承文化和傳統 而這個或者是國家民族國際關係這些似乎都可以排除在外 那麼血緣和地緣也不重要 那其實這是一個當代西方主流所培育的一個典型的人格和思維 就是人可以去傳統自由選擇 離開我們自己出生的時候所帶的地緣政治的處境和歷史文化傳統 那但是事實上已經看到了在現在的世界當今世界裡面 非地方國家普遍都有這樣一種疏於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趨勢 那所幸在伊斯蘭世界 因為之前有透過人民革命 所以它其實它能夠保存了它在這個存在世界的某一種完整性 那所以這個自由個人主義可以說是西方文明的現代化的結果之一 因此這個伊斯蘭的文明現代化或者中國的文明現代化等等 它其實是某種程度抗拒自由個人主義的一種重要資源 那這個社會運動裡面像婦女運動性別運動 它未必是西方現代文明現代的一個直接產物 因為社會運動它緣起於工人接種運動之後 資本主義的方方面面的危機 或者說是整個傳統的生活世界 它被資本商業和個人主義文化的力量所殖民化 所產生的一種回應 就是這個社會運動的一種源起 但是當然這個非西方的這種社會運動 也可能在西方文明的現代影響下 特別是西方的社運論術 學術話語的影響下 疏離了它自身的一種社會文明的歷史傳統和國家民族 國家民族雖然是西方文明現代衝擊下形成的 但是它卻是在非西方世界 非西方社會中唯一可能 有組織與實際能力去挪用轉換西方文明現代的這種結構 一言之完全徹底的反對民族國家 只有世界主義的這個社運意識形態呢 也是很有問題的 總之呢我們不能夠止於性別清洗這樣的指控 一來呢是因為這個形成不了完整的 就是結合自身的文明現代的價值判斷 二來呢是因為性別清洗背後可能夾帶的意識形態 除了這個自由個人主義之外 當然還有所謂的這個同性戀民族主義 因為這個號中沒來啊 兩人這部分有他講 我想是差不多時間了吧 有三分鐘 還可以三到五分鐘 那我就講一點點 這個現在比如說人家講所謂的 這是我結論的一部分 就是說同性戀民族主義呢 有一種理解是說它是同性戀的愛國主義 就是同性戀愛國 這也是一種理解也沒有什麼錯 那這個是今天我不打算講這個東西 但是同性戀民族其實它有另外一個意思 它就是說人民主權或者是主權在民 這個民在我們當代逐漸在進化了 我們知道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所謂主權在民人民主權 它這個民指的是一些有產階級的男性被當作民 那麼所以他們也有選舉權等等 後來呢在階級鬥爭之下 它便包括了工人 後來在父母運動的衝擊下 它又包括了女人 那麼現在呢 它變成了這個民呢 要包括同性戀 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國家不善待同性戀 那麼這個國家就沒有正當同性 不是一個主權在民的國家 那這個就是一種同性戀民族主義 那麼這個其實 那麼這個其實 往往也是性別清洗的 這樣的一種意識形態裡面 不自覺的 就是西方有些人不自覺的 跟這樣的一種同性戀民族主義呢 掛勾起來 所以我是反對的 在一種自然狀態裡面的一種 社會契約的選擇 所以呢 這是我們在反對性別清洗的時候呢 必須要警覺的一種潛在的思考 好我就講到這裡